香蕉球如其名 足球踢出后的运动路线是弧形 且与香蕉的外观较为相似 这个球看似会拐弯飞出界外 实则却转弯突然冲向了球门 给守门员一个措手不及 那么香蕉球到底是如何形成的呢 这个现象和空气的流动密不可分 比如将两张纸平行放置 对着中间吹气 两张纸会分开吗 或者将乒乓球放在倒置的漏斗中间 朝着漏斗内吹气 乒乓球会被吹跑吗 这两个实验的结果是 纸张不但没有吹开 反而向着中间靠拢了 乒乓球没有被吹掉 反而贴在了漏斗上 这便是流体力学的神奇之处 香蕉球也是一样 通过香蕉球的慢放镜头可以发现 与其他直线飞行的足球相比 香蕉球在向前飞行的过程中 自身还在快速旋转 球旋转时会带动周围空气 跟着它一起旋转 致使球的下方空气流速增大 上方的流速减小 从而形成压叉 对足球产生侧向作用力 导致一侧偏高 因此足球在前进的过程中 就会发生弯曲产生弧线 从以上的理论分析不难发现 要踢出香蕉球 就必须满足两个条件 第一个就是要使球旋转 第二个就是要使球前进 因此在踢球时 必须要使脚和球 有剧烈的侧向摩擦力 才能使球有高速的旋转 从而打出高质量的香蕉球 最经典的香蕉球 应该是2002年世界杯预选赛 贝克汉姆在最后一分钟 踢出的一角 这一角的含金量有着1亿英镑 后来球迷还为他踢出的弧线球 起了个名字 为背势弧度 同样的利用这个方法 还可以踢出诡异的落叶球 这种球在开始飞行的时候 比较平缓 但到球门附近时突然下坠 就像被球门吸过去了一样 物理知识真可谓是无处不在了